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直说一分钟 联合科学委员会通过 新冠二架疫苗可以作为第四针加强剂 供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于10月13日开会 通过采用伏必泰二架疫苗作为第四针加强剂 最快明年1月到港 有专家建议有机会与流感疫苗一样 需要在每年入冬前以加强剂方式接种 在新冠和流感夹击下 市民必须有足够防护 若要有罪放宽防疫措施 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保障 家长不应再迟疑 尽快为子女安排接种疫苗 政府应该向市民再次重新相关重症的严重性 因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和防疫措施 令本地季节性流感抹跃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市民一旦幻想流感 又同时感染新冠病毒 就可能出现较严重的病发症甚至死亡 政府应该从不同距道如前线医生访问 以实例向公众详细解释 而阻止错误信息传播 令家长更明白新冠重症所带来的祸害 再加上流感 后果不可撤上 政府各部门也应该派员到学校 安排疑科专家进行广座 与家长即场对谈 不单可以解家长心中的疑虑 亦可以多了解家长的疑虑 就相关内容再作不同的电视节目 电台节目等等的宣传 宣扬正确的信息 由学者专家作出解释 如果大家对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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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